那包含這個,這個我想你比較簡單一些些 然後單價也是查 一個是查第二欄,一個是查第三欄 然後呢 那小器的話就是這個乘這個嘛 就是它的單價 乘以它的數量,乘下來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其實向下填滿 然後 當然裡面如果是空的就不能顯示了 所以這邊的話 必須還在加上什麼 把這個減下來 一樣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就是如果數量裡面是空的 數量裡面是空的 那就給它空的 反之的話呢就是把東西貼上就好了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小器就有了 裡面也不會造成沒有資料 那另外的話總額的話也是一樣 總額就是怎麼樣 把它做加總 所以你可以常用裡面 這邊有一個SIG碼 用SIG碼來做 這個範圍就可以了 跟他講說把這個範圍加總起來 打勾就可以 但是還是一樣 如果裡面是空的 假設裡面 裡面是空的話 假設這裡面 都沒有東西 假設這邊沒有 這邊也沒有 那他好像 預設就會一個 一槓 公式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保護你的資料不能竄改 比如說他裡面的金額 假如說你沒有把它 保護起來的話 有的時候 那個使用者不小心怎麼樣 把你改動了 那會造成很大的麻煩 因為最後的金額一定不對 不對你要再找到底哪裡錯 光找那個錯誤有時候 花的時間 恐怕甚至超過 你在處理其他資料的時間 所以盡可能怎麼樣 把 不應該錯的 盡量把它保護 那 第一個 如何保護 公式 首先請記住 先把它全選 把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儲存個全選 按右鍵 右鍵之後有個儲存個格式 儲存格式裡面 特別注意 全選 保護地方 有沒有看到 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老爸哥沒有用過這個 儲存個格式 右鍵儲存格式裡面的保護 保護裡面 有個鎖定 有個隱藏 什麼意思呢 隱藏指的是什麼 隱藏公式 OK 鎖定的話呢 是有鎖定的儲存格 才會被保護 也就是說 你如果 那我現在是 把所有的 通通都怎麼樣 先全部 鎖定起來 OK 按確定 再來做什麼 按確定 記得按右鍵 除了格式保護 兩個 全部都鎖起來 再來呢 再到 教育 教育裡面呢 會有個叫做保護工作表 教育裡面的保護工作表 可是 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保護起來了 保護有沒有 他問你說 要不要加密碼 我們先不加 按確定 這個時候有沒有保護呢 假設我今天要動他的金額 你會發現 不能跟動 但是 下拉清單的話 還是可以 但是你會發現 可以下拉清單 但是怎麼樣 他會跟你講說 你要變動 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我全部都鎖定了 全部都保護了 那不對啊 可是我有部分不保護 有部分保護 那怎麼辦 我的原則是這樣 第一個 全部保護 第二個的話呢 先把它取消掉 先不要按這個 全部先保護之後的話 把你不要保護的 包含單號 就是白色區 還有那個 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地方 大概就是 四個地方 大概 五個地方 一 二 三 四是一個範圍 五也是一個範圍 也就是 把這五個地方 怎麼樣 把它 用Ctrl鍵 付選起來 然後呢 把它怎麼樣 不保護 就只有 其他地方保護 就是我們剛剛選的那部分 然後呢 把這些 五個地方 按右鍵 儲存格式 剛剛全部保護 請你把這個地方 鎖定給取消掉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像隱藏看你要不要取消 不過不隱藏 這個沒有 應該不影響 這個隱藏主要是公式 我們把鎖定拿掉好了 一樣做隱藏 按確定 好 先全選保護 再把不要的部分 取消掉 這個時候呢 再按下 保護工作表 不過特別至於它裡面有有說 允許做什麼事情 允許此工作表的所有 使用者能做什麼 選取可以選取 然後呢 他這些都 底下這些事情都不行 但是如果說你有例外的話 想要讓他可以做底下的事情的話 你可以打勾了 我建議你們 盡量可以加密碼 因為如果你不加密碼的話 人家只要怎麼樣 到教育裡面 就可以取消 保護了 OK按確定 我加了一個密碼 他會叫我再輸入一次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可以下拉 這個地方也可以下拉 沒有問題 可以變動 那這個地方 總金額能不能變動 不行 OK 所以我剛剛有保護的 地方呢 都不能改 但是取消保護的地方呢 通通可以改 這樣的話呢 至少他偷改 不行 OK 所以 這種策略很重要 因為 有的時候呢 你如果不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就把你的消貨單 去給別人輸入的時候 我跟你講 一定會 錯誤擺出 而且你要一直校對 一直跟他講 OK 好 OK